326这一题,它主要是希望我们第一个 在班级的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那如果当我选取其中一个班级的时候,比如说一班的话 可以把这边的范围,其实理论上应该 这两个范围应该分在不同工作表 不过因为我们范例练习的关系 我们把它放在同一个工作表 未来可能会跨工作表 当然你练习的话,你也可以把前面这个范围 放在另外工作表试试看 那以这一题是说,如果一般的话,我就把是一般的 帮我把它后面的这个数学 姓名、数学、语文、地理这四个栏位的资料,帮我搬到这个地方来 一般下一个 如果是一般的话,就通通放过来 应该可以理解个道理 如果二般的话,就搬二般的 放到哪里,放到下面 那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假设法,我们如果用那个 插入函数里面,其实也可以搬得到 只是说你会发现,我在云端上面有写 可能我们会用到几个函数 第一个if,比对 如果什么呢 如果他的这个 班级 跟这个范围 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帮我把这边的资料搬到这边来 但是特别注意,如果你用那个什么呢 一个范围 一个储存格 跟一个范围比对的话 那你这边要用正列 一个对多格 一对多 那多的部分的话,你就要给他叙述 就是大瓜糊 就是我刚讲过了 Ctrl、Shift、Enter 所以写完之后的话 这边 大概就步骤 一先比对嘛 二的话就是 这个大瓜糊 这个大瓜糊其实不是 用自己打的 而是你一定要用快速键 Ctrl、Shift、Enter 如果你没有快速键自己打 他是不会执行正列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就是比什么 比small 排序一下 然后再用index 然后再用ifl 才能够把最后结果做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我之前光讲完这个 很多同学都已经阵亡了 可能还没讲到这里就已经阵亡了 所以怎么办 后来 我就说不然我们要用VBA 老师你干脆讲VBA 上面不要讲 因为 他们反而觉得 VBA比较简单 VBA怎么写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要把这个东西搬过来 那我要写一个什么 如果 先回圈 For I等于第2列到第12列 对不对 那如果呢 他的Sales I列 的A栏 里面的资料 等于Range 的H2的话 那就帮我把他的 CD 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帮我把它复制到这边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第1次是放在第5列 下一个放第6列 下一个放第7列的话 那这边会有个K K列 那如果往下一列就K加1的话 就OK 所以 其实这边的话 程式反而用VBA写会比较简单 那写法的话 第一个啦 我们一样插入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 再来的话插入一个程序 那程序名称的话呢 也许就叫什么 就是叫查询 或者叫班级查询 你别我看 我们叫班级 OK 那写法的话基本上 我先把那个 最后 干脆最后的结果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程式 云单上也有 就这一串 那写的方法我待会再讲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假一班 我们先在旁边先拉一个按钮 这边按钮 这边 执行那个班级 不过他这边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他必须要选完下拉清单之后 还要再按一下班级 二班 班级 二班过来了 这个 这个两个OK 那三班的话呢 三班过来 一班 一班过来 那基本上的话 他逻辑就我刚刚讲的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如果 A栏的资料 一样的话 帮我把后面这些 资料 帮我复制到这边 OK 画面先还给 各位一下 试一下 一个的话呢 就是回圈范围 所以你的逻辑 有时候你可以把那个VBA缩小着看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先 For I 等于第 2到第12列 那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这边 底下呢 就是 比对一下 比对什么 比对他的A栏 A栏的话记得 如果是 会变动的话 那就是 Sales 用Sales I列的第几栏 那刚刚说 A栏里面的资料 帮我抓出来 然后做什么呢 跟那个 比对if 所以前面加一个if if 那个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等于 固定那个位置 固定位置 我用range range 哪一个储存格呢 H2 如果呢 跟H2 一样的话 然后做什么呢 然后 然后 帮我把它 怎么样 复制到 这边来 OK 那复制的话 就是后面的 b c de 到哪里呢 到这边的 ghij OK 所以基本上呢 把这边搬 复制到这边 所以 记得呢 要复制的 放前面 这边先打 andif 复制过来的话呢 就是sales 先把那个要 搬到哪边的 先放 可是我放过来的话 记得这边 因为他预设值 这边要哪一列 因为哪一列 我不知道的话 我可以先给个k k的预设值 等于5 为什么 因为从第5列开始 所以这边的话 k 渡点 地区栏 等于把他的什么呢 把b栏给抓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 先把他复制过来 改比较快 这边i 这边改个b 这样的话 他就帮我把 这个 二搬的话 找到正立 正立搬过来 i之类一推 底下的话呢 就分别把这边 因为总共会有 四个栏位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 一个 两个三个 这边的话 再把这边 复制过来 那一样b gh i j 那都是k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b 放 过来bc d ok 这样的话呢就帮我把它复制 记得 再来就是什么 k 因为已经复制一列了 等于 k再加1 这样往往下 这样子基本上程式已经写完了 不过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写完之后 特别说搬过来 但你可以测试一下 那我先把这个清掉 因为我再清出来没写 把它 假设一般的 一般过来 看一下 没错 但二般的话呢 再按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二般的过来 但是旧资料没有清空 所以记得 在上面再写一个 先把那个范围的资料先清空 所以我上面有写一个 删除旧资料 那删除旧资料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要range 跟他讲说哪个范围range 哪个范围呢 帮我把那个 G5 以下的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个G5 冒号 到追的 假设12好了 然后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帮我清空 点什么 clearcontent 刚刚有没有打过 clear content 这样就ok了 清除 并且把资料搬过来 再试一下 这样子留下 我们两列 然后呢 一样的方法 第三班 按一下 OK 一般 那不过 现在 还是跟之前 好像我们有写过 一定要先 选了之后 按个 搬级 他才会把搬级搬过来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希望说 每次还要再按一下 很麻烦 当他变动的时候 就执行这个按钮的话 应该还记得吧 前面有讲过嘛 那个什么呢 那个 worksheet change 当那个工作表里面的什么 H2变动的话 那就直接帮我按一下按钮 这个部分 前面有讲过了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前面部分 你OK 这应该OK 里面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 在那个什么呢 MVBA里面 我要针对的是 这个工作表 因为目前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表里面呢 他有一个叫worksheet的物件 当他change的时候 所以change 你把那个slation 这个可以删掉 那判断什么呢 如果 如果 当他什么 当那个 这边把它按一个tab 当那个target 他里面 变动的那个 点什么 点address 他的那个变动的那个 等于 H2 的话 而且记得是绝对位置 加钱的符号 H2 那如果这个 H2发生 改变的话 Zen 把这边打endif 去扣什么 扣班级就可以 如果当他变动的是H2 其他不管 才去扣什么 扣那个班级 所以这边的话 把那个班级 这个module 这个模组 如果你怕 那个名称不对的话 你可以用复字贴 这个保证正确 才去呼叫这个班级 如果写完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 这个按钮就不用了 直接你把它点一下 他会二班OK 三班 一班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做出来效果 就跟那个什么 用函数做出来 是一模一样 但是 弹性更大 因为未来你可以再做一些 范围的修改 或者说做一些蓝的修改 等等 如果你用公式来做的话 恐怕改的部分 又更麻烦 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 这边的话 以后 蛮多地方 假如说你有类似的需求 把某个范围的部分资料 他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你可以比对一下 如果像一般 把一般的东西搬过 搬的话 其实 主要就是 把那个 要 复制 的来源 写在后面 复制到哪里 写在前面 中间一个等号 这个等号 比较像是 富裕 把那个 后面的值 帮我 应该要复制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部分 可以做出什么呢 储存格之间的 资料复制 但未来 如果说你要用 范围的复制 其实 这个 方法也类似 比如说你 这个范围要搬到另外范围 其实方法也差不多 那你这一题 最后再加上一个那个 Worksheets 那个 券局的事件 就可以 当你变动的时候 就可以自动 帮你把那个 不同班级的资料 把它抠过来 这样的话 其实做起来 感觉其实就跟 用那个公式做的 其实 结果是一样的 试一下